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18年的6月23号 星期六 农历5月初十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 习近平统治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央视新闻联播昨晚摘要播出 人民日报今天也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一长篇通讯 1985年 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 这年夏天 习近平同志从河北政定调厦门工作 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 文章全面回顾了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间 开拓创新 拼搏奉献的奋斗历程 文章分为六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 用于先行先事探索推动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中 介绍了习近平到厦门后分管体制机制改革 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探索 平时谦逊随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 态度坚决 他在不同场合提出 经济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 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 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 在全国首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 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 习近平在厦门推动的一系列大胆改革 许多思路和举措在全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 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活力 文章在第二部分 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之路中 介绍了习近平参与下行组建和担任厦门机场扩建工程 科威特贷款领导小组组长 经过艰辛努力争取到了科威特政府 1800万美元的贷款 解了机场扩建的燃维之急的往事 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 厦门立足自身条件提出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具体构想 明确采取渐进式经三步走把厦门建设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 厦门成为这套构想最直接的受益者 此后厦门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习近平将厦门设为中国的窗口一个对外开放之门 他带着厦门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 硬是凭一股闯劲 蹚出一条双向辐射的开放发展之路 在第三部分 科学谋划战略高瞻远瞩 为厦门剥划永续发展蓝图中 文章介绍了习近平领导制定 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习近平在其中深深思考这座城市的永续发展之路 到省理任职后 熟悉厦门新系厦门的习近平 没有停止对这座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考 习近平发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动员令 鼓励厦门加快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生态城市转变 并指明了四个结合的跨岛发展战略思路 这一战略的实施开启了厦门气势如虹的加速跨岛发展 推进岛内外一体化的进程 沿着习近平剥画的蓝图 厦门转型发展不断续写新篇章 城市承载功能综合实力 区域辐射带动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第四部分 注重生态环保 杀住乱砍 滥伐 乱采风综合治理云当湖中 文章说道 市人大代表对有些地方挖沙取土 开山取石 让山峰变成了腊厘头的情况提出了批评 习近平迅速做出部署 一场自然资源环境保卫战席卷全市 习近平从全局高度提出 切合厦门实际的具体措施 对于岛内要采取最大限度的保护 对于岛外 交线也要加强管理 规划和审批 1988年3月30号 习近平主持召开关于加强云当湖综合治理专题会议 打响了厦门整治环境污染的一场大营仗 厦门市遵循习近平同事确立的工作方针 先后进行了四期大规模整治 曾经的臭水壶叠变为如今的城市绿沸和城市会客厅 文章的第五部分 《重视文化传承 修复八卦楼 编制规划保护古浪雨》中说道 改革开放之初 在经济发展的热潮之中 不少人忽视了古浪雨的珍贵之处 但习近平将这个小岛视为国之瑰宝 他曾动情说 在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 能把自然景观和人们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 为数并不多 很有必要视古浪雨为国家的一个瑰宝 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 2017年古浪雨深移成功 已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 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 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在第六部分 为民务实担当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中 文章说 在厦门期间 习近平一次次上高山 进海岛 下农村 入农户 骑自行车跑企业 坐拖拉机进山 每到一个地方就掏出本子和笔 认真听 仔细记 他说 当干部就三招 认路 认林 认特点 那个地方什么特色 什么资源搞清楚了 工作就心中有数了 针对山区村发展的实际 习近平因地质疑 提出山上在冒 山下开发的发展思路 指导军营村和白礁祠村走出了一条 生态建设与脱贫致富有机结合的 绿色发展之路 如今这两个村子都穷乡变富壤 近五年 两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接近翻翻 文章表示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 初创时期的领导者 拓荒者 建设者 习近平同志在这片热土上 与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并肩奋斗 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生动的实践探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迎接其中的科学理念 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 至今仍指引激励着厦门继续前行 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 探索与实践长篇通讯 在我是广大干部群众当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通过报纸网络第一时间认真学习 纷纷表示 崇文习总书记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探索和实践 让人倍感亲切和振奋 同时也鼓舞广大特区人民 牢记特区使命 继续开创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新局面 长篇通讯中大量的细节勾起不少老同志的回忆 崇文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间 习近平同志与大家并肩奋斗 所做出的一系列探索实践 老同志们仍历历在目 倍感亲切 这个规划它是站得高 看得眼 因为应该说这个规划是科学的制定 而且也是通过民主的方法征求广泛征求意见 因此这个规划最于指导我们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 可以说取得指引或者指导的作用 按照这个规划里面的一些措施 比如基础设施先行 引进外资 改革先行一步 我们厦门做出了好多全国第一 对厦门怎么发展它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比如说如何把国际资金引进来 国内的经济如何联合起来发展 它考虑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化 一切为基层负责 所以它这种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文章中特别提到习近平到军营村和白交辞调研的情形 上午在军营村高山党校 村梁委组织党员和老人协会的代表 一起仔细研读这篇通讯 那时通往村庄的是又窄又陡坑坑洼洼的黄泥路 习近平一脚泥步行进村 坐下没一会儿就急切地走到田间地头 了解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寻找贫困根源 读到这里大家都十分激动 大家纷纷说 要告诉总书记 在他提出的山上代帽 山下开发思路的指导下 村里的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 人均存收入原来就是几百块 现在一万五千多块 从这个习主席给我们这个指示方向以后 我们这个大腕大收入 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这个月 村里首次通过公推直选的方式 选出了基层组织的带头人 新一届村梁委表示 习总书记对军营村的关心和嘱咐 对他们来说 既是鼓舞又是鞭策 将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叮嘱 继续做好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的发展 让广大村民再进一步得到征缩 习总书记当时下乡调研时候的魏民情怀 然后他那个踏实 然后深入基层这种不搞虚的把问题在一线解决 这种那个工作作风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对我们这种大学中村官到村认知也是一种激励吧 能让我们更加的那个陈下心来 然后深入基层为村民办给食事 昨天下午 新华社这一长篇通讯一经播发 许多我是干部群众就纷纷转发 广大机关干部立即进行了反复研读 大家说 厦门市总书记入敏工作的第一站 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形成地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其中凝结的科学理念 宝贵经验 以及展现的强烈担当精神 真挚为民情怀 一直影响和激励着厦门的发展 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厦门正式沿着习总书记 当年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指引的正确方向 进行着接续的探索实践 尤其是我们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当年提出来的 跨岛发展的一个战略部署 厦门可以说实现了从小而美到大而强的一个善变 从一个海滨的小城成长成为今天高素质 高颜值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 那今天的厦门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正在把着部的把总书记谋划的蓝图一步一步的变为现实 我们百姓也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那比如我们的多归合一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 现在大家就会发现一趟不愿跑 最多跑一趟的项目越来越多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就更强了 去年在厦门军装会务期间 齐总书记就向世界轻力的推介厦门 看了这边通信就更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总书记对厦门这边土地饱含的深情 还有他那个倾注的这个新鲜 那应该来讲就是这么多年来 厦门的这个发展的话 就是还是得益于总书记为厦门剥发的这个蓝图 他的思想应该来讲是我们厦门这座城市 最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比如当时他制定的1985年到2000年的发展规划 里面有很多我们一直现在还在按照这个来做 比如讲到的生态文明 生态环境的保护 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来做 比如云当湖的治理 我们上水田园的这个保护 环境绿化等等才有今天的高颜值和高素质 上午在厦门航空乘务部即将投入工作的乘务员们聚在一起 认真研读学习了长篇通讯 文章中用不小的篇幅介绍了习近平参与下航组建和初创的工作经历 这让大家分外骄傲和自豪 为了下航习近平倾注心血创新思路 这些点滴往事 无论新老下航人都铭记在心 在他的关怀与激励下 一代代下航人在岗位上建功立业 下航机队从最初租赁的两架飞机 如今规模已增至200架 继身大型航空公司之列 在我们下航发展的这34年的历程当中 习近平总书记可以说是对下航饱含深情 深深的关怀 那么从初创阶段鼓励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到鼓励这个下航是中国民行业发展的缩影 让我们真的是备受鼓舞 感觉自己身负着时代的使命 不能辜负了总书记对我们的一个深切的期盼 本台记者报道 21号到22号 市长庄稼翰率厦门市考察团 赴甘肃省临下州考察对接扶贫协作工作 并出席厦门市临下州东西部扶贫协作党政联席会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研究部署做好下一步对口帮扶工作 临下州州委书记杨元忠州长马学礼出席联席会 并分别陪同考察 副市长孟谦参加考察活动 庄稼翰实地调研了位于大山深处的高山乡 布冷高村发展情况 看望慰问了我是挂钩帮扶的龙泉镇拱北湾村困难群众 考察我是原建的临下中学新校区 龙泉镇拱北湾希望小学 精准扶贫布协加工培训基地 北原产业帮扶合作基地 临下县清真烹饪技术培训中心等项目实施情况 考察期间庄稼翰还开网慰问了厦门园林干部 在联系会上庄稼翰表示 厦门对口帮扶临下州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开展扶贫协作以来 双方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 扎实推进各项对口支援和扶贫开发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下一步 我们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坚持重视程度不减 工作热情不减 推进力度不减 以产业对接 劳务合作 项目建设为重点 全面落实厦门林下扶贫协作规划 2017至2020年 不折不扣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交给我们的任务 杨元忠对厦门给予林下州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厦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始终高度重视东西部扶贫协作 推动的力度越来越大 取得的成效越来越明显 相信只要我们双方坚定地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更加突出产业脱贫 就业脱贫 异地扶贫搬 兜底保障等主要举措 一向向西华落实到每一个贫困群众 就一定能够如期打赢临下的脱贫攻坚战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和招生时间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告别母校 或是继续升学或是奔赴工作岗位 请夏天带我们去夏大的毕业典礼上看一看 好的 凤凰花开 离歌畅想 今年和明天 厦门大学在建南大会堂 连开四场毕业典礼 送别今年即将离校的8200多名毕业生 厦门大学的毕业典礼今天上午举行第一场 今年 夏大共有8,225名毕业生 其中本科生4,636名 硕士生3,139名 博士生450名 由于人数众多 夏大将按学部分四场举行毕业典礼 夏大校长张荣在上午发言中 希望毕业生们长存善心 早成善才 多行善举 勇力善志 带着夏大的文化和精神走出校园 成为合格优秀的社会人 永续难强制 启航正当时 毕业生们整齐地穿上学位服 接受来自母校庄严而神圣的剥碎礼 当从恩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当夏大的校歌再次响起 毕业生们对父母和母校深深鞠躬 走出门后红了眼眶 很激动 很兴奋 在这边遇到了很多很负责任的老师 和很多很友好的同学 这应该就是最难忘的回忆 情人谷最难忘的就是和女朋友牵着手 可以去溜她一圈 然后扶人后有黑天鹅 然后是那个可以看到松人楼的全貌 非常漂亮 大学其实给了我很多自主学习的能力 我觉得这四年带给我的很多 但是我不会觉得离开这儿会很难过怎么样 我觉得我以后会经常回来的 很舍不得 就感觉大家来自五湖 然后又要回到四海 最想对他们说我爱你再见 本台记者报道 一批学生毕业了 又新生即将进入校园 今年厦门大学启用了新版的录取通知书 使用了十几年的旧版本正式退役 新版录取通知书采用了插画的风格 添加更多的校园元素 也更具有青春气息了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封面烫金色的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 加根主楼群 群衔楼群等下大标志型建筑物 被设计成插画风格 放在封面和内叶 厦门的海浪 白露等极具特色的城市元素 则被设计成底纹和点缀 在封面封底呈现 厦门大学2018年新版的录取通知书 活泼灵动 庄重大方 更具青春气息 事实上 新版录取通知书 是由夏大的学生自主设计的 通过网络投票和专业评审层筛选 最终 这份由美术专业 大三学生设计的作品 获得一等奖 并被最终采用 学生设计的作品 我们觉得体现了我们夏大学子 在校的学生 他对厦门大学文化的一个理解 和对厦门大学一些经典元素的一个提炼 也代表着他们对低年级的师弟师妹们 发出他们的一份邀请 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夏大招版介绍 新版的录取通知书 在细节上更具设计感 内叶的校讯加入了初处原文 还采用了夏大标志建筑 简化设计而成的 框体体头和欧式花纹 封面背面依旧保留了对学子的助语 整体通用性极强 也展示了录取通知书的规范性 它上面不仅有夏门大学的一些经典的元素 有很高的辨识度 能够体现夏门大学一个人文精神 科学素养 也展示夏门大学坐落在美丽的路导之上 就了解 夏大2018年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已经用新版本于6月14号起陆续寄出 接下来本科生新生 也将在下个月陆续收到新版本的 录取通知书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2018海峡两岸郑成功文化节 在红山公园严平郡王祠广场开幕 开幕式上举行了郑成功送点四宴礼 来自两岸的嘉宾民众 共同祭拜民族英雄郑成功 除了开幕式外 今年的文化节还举办三门妈祖庙对接 两岸义镇斗镇行展演 两岸寻根文化印记等配套活动 三门妈祖庙对接是由厦门朝宗宫 与台南路尔门圣母庙 金门妈祖宫庙递结为至亲庙 以今年郑成功驱逐荷兰致民者的历史功绩 郑成功的精神还有马祖的文化 一定要保留下去 也可以让两岸的人民 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是同一家 台南市的文化学会 从2009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有参加有十届了 我们团这次有32个人 所以一路来我感受很深 就是说两岸一家亲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 2018厦门国防教育进高校活动 在厦门南阳学院举办 活动通过文艺演出等方式 开展国防教育宣传 独唱沁元春雪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以优美的旋律 点燃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再见了大碟山 仿佛让学生们置身于微微大碟山 看到无数用青春奋战在 枪林弹雨里的英雄 双人舞瞬间 拉拉操更是将现场气氛 推向的高潮 各人认为就是说国防教育就应该首先从服务通通的或者说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应该抓起了毕竟国家安全就应该深入到每一个公民的潜移默化的意识道中去 青少年学生呢是我们国防教育的重点对象 这次活动即使录时我们国家的真兵宣传百千万活动的一个重要举处 也是推进我是国防教育常态化普及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据介绍 明年这项活动计划在全市十九所高校中同步推开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2018第五届古浪雨杯足球俱乐部友谊赛在古浪雨人民体育场开赛 本届友谊赛采取七人制足球赛制 来自上海北京厦门香港等地的多支球队的200多名球员参加 参赛球员基本都是长期在华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 来自德国 法国 意大利 美国 巴西等三十多个国家 让整场比赛尽显国际范 参赛的古浪雨英华校友足球俱乐部曾连续两届夺冠 今年他们吸纳了一半以上的新球员 以新面貌迎战一年一度的古浪雨杯 大家来享受足球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这个发扬我们本地的这个足球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作为庆祝古浪雨深移成功一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此次足球俱乐部友谊赛是继橄榄球俱乐部友谊赛后的 又一场大型体育赛事 既是对我们历史悠久足球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外扬 也很好地展示了我们古浪雨那个历史国际社区 多元文化的美丽 通过花节古浪雨那个文化要素 精心组织那个形式多样的体育 音乐等文化活动 让古浪雨这块那个金字招牌 幻化那个新的风采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微博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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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